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的父亲马哈迪也重新担任大马第七任首相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情况 那莫克里兹是前吉达州的州务大城 他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15分在吉达皇宫是宣誓就职的 那西蒙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在吉达总共是赢得了18个州一席 那国阵巫统拿下3席 那伊斯兰党则是拿下15席的 也就是说如果国阵跟伊斯兰党联手的话 就会陷入18对18的一个选制议会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就会交由吉达苏丹决定由谁主攻 不过按照这一个惯例 苏丹基本上就是会选择赢得最多议席的重大 那么随着莫克里兹成功宣誓 相信西蒙已经获得超过18位议员的这个姿势 不然的话相信吉达苏丹应该不会出席跟见证 莫克里兹的宣誓仪式 那么莫克里兹在上一届505大选的时候呢 领导吉达赢得从伊党手中拿下这个执政权之后 他就出任大臣 但是后来就发生这个风波 然后他就辞职 然后加入土团党 那么就成为了这个土团党的这个处理主席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快速的来了解一下 申美兰的状况 那申州的西蒙呢也是公正党的主席呢 也就是阿米努丁呢将会在明天早上的十点呢 就是宣誓就任申美兰州务大成 那他是呢小干密州席的三届的州议员 那当然呢他也拥有了州议会的经验啦 所以严格来说呢并不是州议会的新人了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马六甲好了 那马六甲的这一个新任的首席部长呢 就是47岁的阿德里 他就是成信党呢甲州的主席 他在大选的这一个多数票呢 是3159张是打败了巫统 还有伊斯兰党的候选人 那马六甲呢其实就是拥有28个州议席嘛 那你要执政的话呢 你必须至少要有15席 那这么刚好西蒙呢是成功的拿下15席的 以简单多数议席是执政 那国阵呢在这一次呢只是取得13席 也就是说呢马六甲是第一次州政权呢是转移的 那么西蒙是赢得非常惊喜 只以微差的一期而已 那么州议会开会期间呢 那么西蒙的这个压力就很大 他必须要确保所有议员都出席 如果有任何议员生病肚子痛 或者是甚至Bondang的话呢 那么可能你提成你州政府提成的法案 跟其他重要的议程就没有办法在州议会里面通过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惊险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柔佛 西蒙呢是第一次拿下柔佛州的执政权 那么谁将出任柔佛州大臣呢 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因为柔佛呢是希望联盟拿下的各州当中呢 我觉得它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因为它是这个西马半岛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州属 再加上它是国阵以及巫统的这个堡垒州属 因为巫统是在1946年的今天 就是5月11号在柔佛的王宫诞生 所以今天的这个巫统已经是72岁了 但是它是在苦涩的情况之下 迎接这个72岁的这个生日 当然这是题外话 是让大家知道 那么现在呢 慕尤丁今天早上他就代表 希望联盟进皇宫 然后向柔佛苏丹提成西蒙的三名大臣人选 但是这三名大臣人选当中 并没有包括慕尤丁本身呢 换言之呢 慕尤丁的这个责任跟他的这个角色将会在中央 所以柔佛呢 就由其他的这个州属的领袖来担任了 是 那当然呢 还有其他各州的一些状况呢 我们现在呢 就没有办法呢 带你一一的来关注了 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呢 就会来到了全新的第一个星期了 就是选后的第一个星期 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变化呢 星期一下午的5点30分 一定要继续关注主编点新闻 谢谢之风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